我是赵康 我是姨乃金 欢迎来到乡民来冲康 我们节目还没有开始 就已经有网友在网路上面挑战 冲康 挑战赵轩了 好 我们待会会一一的回答 没有三两三不敢上两三 没错 敢被人家冲就不怕冲 我们这个节目叫这个名字是有道理的 不是随便取的 然后10月1号大陆的国庆马上就要到了 没有想到在大陆这次的国庆 我原本以为之前的时候 有关于两岸在军事上面的冲突 不是有一些专家就预言说 在大陆的国庆的时候 还有台湾国庆的时候 大陆可能会有一些动作 一个10月以后一个10月10号 是 就没有想到军事方面的身高 还没有到来 已经有在 因为欧阳娜娜要在大陆的国庆晚会上面唱歌 跟着合唱 跟着日拿花唱 我的祖国而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两岸关系当然是最近的任何话题 我说正常的理论很好 很瞎了 既然拿了台湾的健保 就不应该唱我的祖国 我觉得好弱 我觉得这个有点弱 然后不知道怎么样 两岸的话题当然是个热话题 我们今天要讨论两岸关系 我们请来哪一些来宾 然后我们关心哪一些话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湘民来宠康 李康市台北车站一面 以清明上河图为灵感的熊熊上河图广告 此熊熊飞比熊熊 不过一样引发网友关注 画家表示 却要阐述观光客来台的意象 没有任何的政治意涵 整个人转身往后方淡水河里跳 在九个小时后 与北市摄子岛又上岸 哇 我吓唬 勾紫康市大陆国庆即将到来 央视晚会邀请台湾艺人欧阳娜娜与张韶涵参与 大唱我的祖国陆委会也呼吁台湾民众呼应参加对岸国庆活动 违反规定将依法查处 临北丹尼啊 第一位来宾是被网友誉为智慧女神的资深媒体人陈凤欣 第二位来宾是台湾阿富宽 在湘民大会节目中吃了诚实豆沙包的 Yahoo评论员黄伟汉 瑞说 请问伟汉哥 冲康党和克莱尔党该如何选择呢 这当然是克莱尔党啊 冲康党又不是我 我也不是冲康党 冲康党是康哥的事情 是他要去冲啊 我们是克莱尔无法党 第三位来宾是从时代力量单飞的太阳花学运代表吴征 第四位来宾是上周去参与霸捷造势活动的湘民女神四叉胖 柯柯我们开始吧 有 韋翰 是 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那现在你就离开吧 没有 学姐我们要把话讲清楚 你看你就剪这一段我就知道你会不会剪 冲康党还在酝酿中还没有成立啊 那个克莱武法党已经成立了啊 所以我是克莱党的秘书长 冲康党如果有对不对 有什么志工怎么我也可以来做啊 对不对 帮忙收这个冲康党的那个党员的这个申请书 也是可以的啊 是是是 然后你在那个乡民大会 你吃了什么诚实豆沙包 你讲了什么 没有那个是小编下的标语吧 就是因为刚刚那个是 他讲克莱尔党 就是克莱尔 她是个乡民女神 很多网友都喜欢她 所以我就创了一个词叫做克莱尔无法党 所以很多喜欢克莱尔的人都会跑去那个地方 跑去那个党 对没有什么诚实豆沙包 好啦好啦 我们已经知道你了 你不太需要跟我们交代 你跟你老婆交代就好了 哈哈哈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联合报呢 做了一个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 因为联合报呢 是从2010年就开始做这个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 到今年呢刚好满10年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10年来两岸关系的一些变化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在 就是说大家呢明显的感受到 感受到这个不管是在军事上面 政治上面或外交上面 双方之间呢的紧张呢其实是升高的 但在社会层面上面是还好啊 还是维持在这个5.7 那在经贸的部分呢跟去年也差不多呢是6.4 然后呢两岸关系呢 虽然说大家一方面觉得在两岸关系里面呢 在军事上的紧张的气氛是升高的 可是呢台湾的民众这10年来呢 对于两岸关系呢 到底会不会开战的看法呢 一直都非常的稳定 就是觉得不会 不到一半 不到一半 所以才这个4.2 但是呢这很吊诡的地方就在于是说 既然啊 这个紧张又不会开战 对 第一个这个矛盾是第一个怪的地方 就是吊诡的地方就是觉得紧张 但不会开战 然后觉得两岸的关系呢 不管是在官方的部分 或者是说在其他外交啊政治上面呢 都趋向于较不好 可是呢 却对蔡英文的 表现很满意 也没有很啦 48%满意啦 48%不满意 他上涨10个百分点 他的满意度上涨10个百分点 就是原来不满意的68% 现在不满意只要40% 降了28个百分点 那原来满意的呢 最在民国107年 就是2018年的时候 这个满意的19% 现在到48% 什么10个百分点 将近29个百分点 哇 这太厉害了 脑筋坏掉 我告诉你 这是脑筋坏掉 这脑筋坏掉嘛 如果两岸关系紧张 比以前紧张 对不对 那两岸政策怎么会是好呢 那你知道这些人认为紧张是好吗 那打一架不是更好吗 这会是脑筋坏掉嘛 可能这些人就是支持蔡英文 会支持民进党的 反正你管做什么都是对的 就这样 但是没有真正的搞清楚 两岸之所以这么紧张 蔡英文当然有责任 当然也不能说全部是他的责任 今天我看民进党是说 都是大陆的 也不是都是大陆的 你也有责任 大陆当然飞机一只过来 船一只过来不好 我觉得给台湾老百姓的印象是不好 你什么意思嘛 但是你蔡英文都没有责任吗 那为什么满久之后没有这样呢 为什么现在搞这样呢 不是你每天紧抱着美国大腿 然后去等于是这个 你跟美国站在一起去抗中美 一定是这样 所以他飞机才来嘛 就这么简单啊 对不对 怎么会这些人是满意他呢 我就讲脑筋不清楚就好 脑筋不清楚 真的这样 大陆有很多民粹 很多民粹的那个亡民 台湾有很多民粹的人民 就是有 义和团啦 双边都有义和团 人家拿817万票 不是白拿的啦 来 网友怎么看 那个其实这则新闻 在PTT上面没有转载过去 因为今天嘛 他今天才登 高发表 其实还有其他原因 就是因为我有去看这一天 因为我们版规有规定说 没有冠名记者的名字 不可以贴过来 然后他好像是说什么 那个联合报酬民调中心之类 对 对 然后因为他没有 PTT还有这样规定啊 我规定了 不好意思 当初是我们写上去 我不是全版主 好 但是有类似的相关 这几天有类似相关的 那个话题在持续延烧着 就是说那个 有一篇新闻就是说 那个打过来的话 就是对岸打过来 你会不会上战场 其实这个话题 这两天就是 超多讨论出来 好 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 其实蛮多人就是觉得说 嗯 看起来说 那个我姐招啦 你们年轻人要好好加油啦 然后就讲说 现在年轻人有几个会拿枪的 有当过兵的啊 我有当过兵哦 你有拿枪吗 我 我只打把过一次 然后六发中六发 但是 你会清枪吗 对 你会清枪吗 我会有清过一次 没有我跟你讲 清枪在当兵是比较有资格的人才可以清枪 对 就是因为清枪最轻松 你只要坐在树荫下清枪就好了 然后那个比较菜的兵要出去做那个劳动 所以其实清枪是很高级的兵 哦 不过后来连长 你清枪都很容易 告诉你能不能分解枪要 把你们要擦干净 再把枪组合起来 那个比较难 是哦 我猜过一次 真的不懂 因为后来我们连长跟我讲说 我们连长说 女生碰枪会 颜色会倒大霉 以后你不能碰枪 所以你就没碰了 我就再也没碰了 就是你知道当兵有一些很奇怪的机会 禁忌 他说哎哟 女生不要玩笑 你去旁边 你去旁边 其实你们连长还不错 对不对 他很尊重你的那个 尊重你的性相 我去做其他的事 性相比较简单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网友就讲说 那个不想主动开战 但是如果对方打过来 也不能投降 但是有些人就说他们不想上战场 然后有些人就 有些人就呛梯术说 我这哪一梯 你知道男生讨论到最爱呛梯术 就我第几梯的 我跟你讲 所以就是吵很凶 应该吵两天 吵几十天有 对 但是没有什么结论 反正就有些人觉得说他要上 就是互相打脆够一下 对 你们年轻人上 吵一下就对了 吴征呢 吴征怎么看 就是这两岸之间的气氛 为什么大家一方面觉得紧张 蔡英文的满意度反而增加了十个百分点 我觉得因为大家会应该说支持蔡英文 现在两岸政策的 主要觉得两岸关系现在变紧张是事实 但责任 在中国大陆 并不在台湾这边吧 因为就像对啊 就像刚刚邵康哥讲的 这个很明显是 我们看到说中国的军机一直来嘛 那他们现在也去把这个紧张的情势升高 说本来就没有台湾海峡中线 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爱飞到哪就飞到哪这样子 那这个大家很直觉让他觉得说 为什么中国要这样用很军事的方法去挑衅 而且我觉得现在怎么讲 现在因为整个国际大环境跟以前不一样嘛 以前过去在马英九执战时期 美国跟中国关系是很好的 那现在美国跟中国是现在越来越进入一个白热化的对抗 那的确是蔡英文在这里面拆去了一个 我觉得算是蛮清晰的选边站 就是基本上是比较完全是走一个亲美路线这样 但是对大多数人台湾来讲说 去跟美国保持好关系 或者说美国更挺我们 大家觉得这也很好啊 这没有什么不好啊 这难道这是我们做了不该做事吗 也不会嘛 但中国因为这样要惩罚台湾 那大家很自然会觉得说 那当然不是错不在我们这边啊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 应该去支持现在政府 我觉得主要大部分人是这样看的 是我觉得民众的感知上面有点跟现实有点脱节 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以来 如果说就是因为大陆的军机不断越过海峡中线 然后对台军演 然后造成了民众对于大陆政权的恶感的话 那理论上面来讲 我们应该觉得在军事上面是紧张 可是虽然说它那个数字上面显示的 的确是觉得两岸的军事紧张 但是它其实只有增加也是 也只有增加一点点 基本上觉得是紧张 但还不到打仗的地步 对对对 为什么我们会 这十年来都觉得两岸不可能有打仗的危险性发生 你十年来你前八年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那时候两岸很好 是啊 怎么会打仗 可是最近这段时间以来的确很紧张 但是台湾的民众就非常的稳定 非常的平稳 对两岸关系充满了信心是怎么回事 台湾民众很多就第一个觉得两岸不会打 第二打美国会来 很多人有这样的看法 今天台湾民意调基金会倒是显示 真的觉得如果两岸之间也有战事的话 美国会来好像增加了一成 我待会把那个数字找出来 来 凤馨你怎么解读 美国最近对我们这么好 这个官也来 那个官也来 他军队不来 大官都来 军队不来 可是 我觉得这一份民众方面 他所做的时间点是9月8号到9月13号 对 13号 那其实我们回溯 其实在过去这两个星期是最紧张的时刻 就我们印象最深刻 18号的时候18架飞机 19号19架飞机 其实这个民调还没有反映那个时候的 那个紧张态度 我想最近这两个礼拜 包括蔡英文频频的到各个军队 然后去视察 然后你也看到说中国大陆的军机 或者说他去呛缩 根本就没有海峡中线 其实都是在这两个礼拜的事情 我们都觉得好像事情已经很多 其实都在这两个礼拜当中所发生 也就是这一项调查在调查的时候 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 我觉得如果调查的时候发生这些事情 可能数字还会再往上升 可即便如此 即便如此 虽然刚刚这个乃津讲说 好像大家都觉得不紧张 其实我认为已经开始感受到紧张 这些数字的变动幅度不会太大 不会突然之间的有一个 其实我觉得除非到那个备战状态 否则它都不会突然之间的那样子 大幅度的升高 可是你仔细看10年的变化 因为它是从民国99年做到 民国109年做到今年 所以总共11年 民国99年的时候 两岸之间是和平的还是紧张的 其实从3.1分到4.2分了 其实你从这个数字来看 其实它已经成长了1分多 是从3.1分到4.2分 所以它是有趋于紧张的态势 而军事上面更加的明显 现在就紧张1到10分来看的话 它已经到了7.3分了 所以如果这样还说不紧张的话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到9分才叫做紧张 这是第一个紧张或者是不紧张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蔡英文现在的 这个两岸关系这个部分 其实你去对照2018年的话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那一年 国民党大胜 因为那一年其实有一些民调也显示 台湾民众其实对中国大陆的好感度是很高的 那好感度很高 可是两岸关系又很糟 所以所有人都对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不满意 现在其实台湾民众跟中国大陆之间的 那一个好感度是很低的 恶感度很高 所以你现在是一个对立的一个政策 就觉得还OK 所以那个48%没有过半 当然也算是很高 可是上个礼拜我觉得 比较特别的是远见所做的那一系列 那一系列的民调 其实就是这个网路PTT 为什么会讨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两岸如果开战 54.2%的民众说希望和谈 22.3%的民众说希望美国干预介入 只有16.5%的说应战到底 我记得看这份民调我想说 第一美国人如果看这份民调 你就要我们美国人帮你打仗 你们台湾人自己不打仗 我觉得看那份民调你会觉得说 就是说如果我是个美国人 我会觉得台湾人很荒谬 自己不肯打仗 然后只想要我们美国人 来帮台湾人打仗 就是说如果我是个美国人 我会有这种感受 我不知道台湾人 这样的心态是如何 第二个是54%的人希望和谈 那我也很想问问大家要怎么谈 现在到底要怎么谈 如果开战 现在两岸之间还算是和平的时候 连交流都不行了 请问一下开战之后谁来谈 你现在去参加个海峡论坛 都是个匪谍了呀 我请问一下谁来谈呢 谁去谈呢 这就表示大家不愿意 不愿意战争造成 我知道大家不愿意战争 当然是执政党谈嘛 最荒谬嘛 你不可能是在与党谈嘛 谁执政谁谈嘛 他的意思是说超过一般的民众 根本不想看枪打下去了 是 所以我想这 到我这边最后讲一点就是呢 但这里面呢 其实还有一题就是说 如果两岸之间现在这么紧张 你希望呢能够多买武器 然后来备战 还是呢希望说不要买武器了啦 还是钱省下来去建设这个经济 51%的人说不要买武器 宁可建设经济 39%的人说要买武器 而这里面最主要希望买武器的 是20到29岁的年轻人 希望应战到底的 也是20到29岁的年轻人 那我很希望这些年轻人 现在踊跃当兵 我刚刚为什么要去问四叉猫说 这个你到底会不会开枪 你到底会不会擦枪 你到底会不会分解枪支 其实这些都是已经很low的一些 军事上面的一些能力了 现在我们的年轻人不当兵 可是喊打喊杀 喊得最强烈 我请问一下 真的打仗了之后 真的把你们送上战场吗 这个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花很多钱去买很先进的武器 但是军人的素质不够 我老实讲 他的素质不够 那每下愈旷 当时在抗日的时候 很多可以念大学的 甚至已经在念大学的 包括北大的学生 都去投币从容 那是个中文的素质非常高的 越来越低 那现在比如说官校要招300 学生可能招到200 那你说这怎么办 照理讲我要招300 因为来3000个报名 我里面刷刷刷刷 淘汰 像西点军校 那么多人想要去念 挑的最精英 使用最操纵最先进的武器 那你现在花这么多钱买武器 什么样的人来操作 这是一个很明显 这个很实际的问题 你必须要问的 是 然后那个 我们可能就是年轻的这一代 在精神上面 非常的愿意去跟大陆方面对抗 但是在实际的行动上面 可能就出现很大的落差 伪翰还没有处意吧 我本来约我处意了 因为我已经46岁了 所以我想说45岁就处意了嘛 就后来因为我是中士 所以后来有人跟我讲说 士官是50岁才处意 所以我还没 后来去查了一下我还没 但是最近很多人都谈这个话题 我们新闻朋友圈 再我补一句啦 一旦如果两样真的开战的话 有没有处意根本不重要 到时候是全民皆兵 男女皆兵 对啊老人小孩皆兵的 他会先征才在服役的啦 或是需要服役的 然后那些人都死光了 或是不够了 才会去征不需要的 赵先生你现在讲的是 然后最后你看打仗 打到最后那个小孩 少年兵都征了 对 对 十几岁通道了 让我稍稍补充 这个30秒这个议题好了啦 那是已经两岸讲好 好我们下个月要打仗了以后 你还有时间去开始征兵 后备军人回来 如果你就一个飞弹来了以后 就开始打仗我们刚刚 等一下录影录到一半天 忽然停电了 那哪有时间还去 赤叉猫你去哪里去 就是能上战场上战场 要躲起来躲起来 就是这样而已 还在那边分手 对不对 所以那种状况完全不一样的 他还是有一个征兵的 还是有一个这个征召的办法 一定还是有的 是啦 你台湾这么小 他也没有那么困难啦 但是如果一直打下去 可能很快的 连后备啊 连这个不需要招的 可能都要征召了 这个联合报没有问这个问题 这个今天的台湾民意基金会 就是有关于美国的这个态度 然后我们怎么看 台湾民意调查基金会呢 今天也公布一份民调 就是说竟然有 有高达六成的民众 认为说美国会在 中国武力犯台的时候 协助台湾 有这么高的这个比例 六成 你那个 协助 对 远舰上礼拜的 就前两天公布调查也是啊 所以美国大概会派军舰来 美国现在已经派军舰了嘛 是 美国的雷根号什么这个号 那个号不是来了吗 所以协助有很多种方法嘛 卖你武器也是协助嘛 军舰还是协助嘛 派兵到岛上帮你抵抗 两栖登陆 那也是协助嘛 这协助到什么地步呢 我这边讲一下 像远舰的民调啊 其实跟这个民意基金会是类似的 就是说如果说两岸开战的话 你觉得美国会如何的协助这样子 43.7%说会派军舰协助巡航 可是你要注意就是军舰巡航 等不等于参与战争 不等于 不等于 所以我觉得台湾民众并没有误解美国 他觉得你可能会派军舰在这个附近 你可能监视啊 但并不代表你会参战啊 所以刚刚这个民意基金会 他问的问题直接讲说协助的时候 那你口头惩戒 你口头谴责中国大陆算不算协助呢 他有说出兵啦 他说出兵协助 如果军舰协助那也是一种协助啊 如果军舰的话等于是出兵啦 军舰是会 我觉得他不会只派军舰来 但是我们重要的是 当他要两栖登陆的时候 美国会不会派几万军人 不是要好几个师吗 派这么多军人来抵抗老共的登陆 登陆是很重要的 抵抗他登陆的 对但是我觉得台湾我想问的是 台湾的民众的信心是从何而来啊 就是从这个1949年两岸分裂分治以来 除了在这个中美 台湾跟这个美国建交那段时间 他们有第七舰队 然后在台湾有这个 有这个驻军之外 事实上呢两岸之间有冲突的时候 大陆从来 美国从来没有派兵实际的参战过啊 我们为何会有这么高的信心 我觉得可以看时间了 如果今天 10月下个月 劳共打美国会参战 美国会的川普的选举 美国现在等这个机会最好的参战 他希望他出招 但是 但是 10月3号新总统产生 如果产生以后就很难讲 局势可能就改变 但是很吊诡的就是说 美国的 美国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兵推 每次呢就是 他如果兵推这个台海之间有战事的话 美国呢通常呢 到最后呢都是不出兵 然后就发表声明谴责 都只有这样子而已 那他们的这个兵推当然也不会是无地放石 当然是有所本 是依照美国过去在这方面面对冲突形势的时候 他们的决策来做这样的兵推 所以吴峥怎么看 为什么台湾民众这么的有信心 觉得美国一定会帮助台湾 我觉得这可以分几个面向来看啊 一个是说台湾 应该是说美国跟中华民国 其实本来就有蛮长时间的军事合作基础 虽然刚刚这个南英杰讲到说 美国好像没有很直接出兵帮助 但其实在历史上 包括说96年的时候 这个航母舰队来巡逸台湾海峡 那其实在往更前推点 寒战爆发以后 其实美国的航母舰队 也是有在西太平洋做一个巡逸 去对中共做一个吓阻的动作 那甚至在823炮战的时候 其实当时也是有 美国也是有提供这个指导团 然后来到这个金门上面 做一些协助 然后包括说一些榴弹炮的运捕 那甚至也有美国士兵在金门上 是被炸到阵亡了 那只是当然 这不是一个那么大规模数量的部队 那我觉得 我其实刚非常同意 刚这个凤婷姐讲的就是 我自己也觉得说 如果今天台湾海峡真的爆发军事冲突 我相信很大的机率 美国是会去介入 但是我认为这个跟 凤婷姐刚刚讲的 其实是不冲突两件事情 就是对我们自己作为台湾人来说 就是我觉得凤婷姐讲的很对啊 我们不能指望说 好像所有困难的事情 所有这个战争的成本跟风险 都是别的一个大国来帮我们承担 因为这换位思考嘛 那今天美国人的子弟也是子弟啊 为什么我这么优秀 没有这么好的年轻人 要死在遥远的太平洋 然后帮你们承担一切代价呢 所以如果今天真的说 台湾两岸关系恶化到 会发生军事冲突的话 台湾一定是 我们在这里面也需要去付出很大的成本 甚至是生命了 但是回来讲说这个问题是 为什么会觉得美国会去来介入 因为其实还是从国际地缘政治上来看 台湾是美国的一个在西太平洋核心利益嘛 特别是当它现在跟中国这样的一个更去做一个军事上的对峙的时候 如果台湾被中国拿下来 那中国等于得到一个直接长驱只入太平洋的门票 那甚至包含美国在这个太平洋地区的传统盟邦 日本韩国 大家都会看嘛 就说哇 原来美国现在已经没入用了 已经 主要是盟国 对已经压不住中国了 连台湾这么重要 这么对一个 这个东亚航线的生命线的 这么重要咽喉的位置 都会被中国拿下来 而且美国做事这个事情发生 那日本就不会再相信韩国了 日本就不会再相信美国 韩国也不会再相信美国 更多其他 甚至东南亚也不会再相信美国了嘛 所以这个是 对他来说 他一个必须一定要去捍卫住 他的全球霸主位置 一个很关键的位置 不过美国跟中国是盟国 跟我们不是盟国 是 美国跟日本是盟国 跟台湾不是盟国 美国跟韩国是盟国 他跟菲律宾也是 美国根本不是盟国 所以他不帮助你 你不是他盟国 所以当然现在情势改变 就是美国里面一向有两派 一派是要跟他confrontation 就是冲突的 一方面 一派是要跟他engaged 就是交往 那现在冲突的这派赢嘛 所以他会不会帮助 不知道 他不肯明确讲嘛 因为他跟你没有共同防御条约嘛 但是川普显然的政策就是 要尽量把兵减少在海湾 他是在收兵的 他甚至在中东什么都在收兵的 都在收 他希望你当地花钱自己去防卫你自己 你都不防卫你自己的 我干嘛防卫你呢 我干嘛牺牲我美国的这个青年的生命 所以你买武器你自己去搞等等 所以他整个政策是这样 那会不会为了台湾 突然他把一大堆兵放在台湾 那等于完全违反他现在的整个政策 所以这个刚才赵先生讲的一个重点啦 第一个他现在是为了政治上面的目的 为了川普的选举 所以如果说在旌旗十月 这个大陆真的对台湾采取行动的话 美国会采取行动 那他是为了他自己的选举上面利益 另外一个就是像吴珍刚才讲的 他要做给盟国看 但是关键 否则的话他会丧失他的领导地位 即丧失盟国对他的信心 他现在不在乎他丧失领导地位 他哪在乎 他所有国际都在撤出来 WHO也撤出 伊朗协定也撤出 法国气候公务也撤出 教科文也撤出 对 教科文他也撤出 联合国他也说没用都想撤出 他哪在乎什么国际领导地位 川普基本上在搞这个门斗主义 将来变成川普主义 他只想管美国 他管什么领导 他不管这么多 他唯一在乎 他不在乎国际地位 只是说台湾的确是有他的战略重要性 那这点对美国利益到底对还是不对 他不在乎他什么国际领导 他根本不要做国际领导 国际组织是一回事 你认为让中国的战力能够 势力范围能够突破 台湾在第一岛链的话 对美国的影响还是很大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提问 这个上来一点我现在看不到 这个John Alex他说 习近平有野心有耐心 具有毛泽东士的理想主义色彩 他为台湾可能不顾一切放手一搏 哪怕中国政权崩溃 他如果政权崩溃 他不会放手一搏 放手一搏 他说政权崩溃就没有他了 他不会了 他一定会计算的 这种领导人没有那么笨 那么笨他做不到领导人 我们都会算 他不会算 他要算 到底划得来划不来 付出到代价 对他到底有利不利 一定会算的 一定是为了要巩固他权力 小英说赵先生能否解答一下特朗普对参加一战牺牲的士兵 并不是为了自己国家 他的意思是说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参加台海战争还有可能吗 川普是个疯子 他现在很后悔他一直说他没讲 但人家记者说你有讲嘛你当时骂那些人是罪犯 对笨蛋 对 怎么可能 你美国派出你打仗 基本上一方面为了他的盟国 一方面也是为了美国嘛 你怎么会骂这些笨蛋 而且美国退伍军力量是非常大的嘛 那会不会派兵来要看嘛 10月他会啦 如果下个月就 这个大陆打我们他会派兵为了他的选举 他最好有冲突升高嘛 但是11月3号他落选就不讲了 如果他当选大概这个情况也消失了 是 这个嘉评给我看一下更早之前 就是在我们节目还没开始前的时候 就有网友在那边提问了 而且是问赵先生的 哦 这边 他说赵浩康老是讲要北京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 你咋不想想你们有正视共产党 实际统治中国的存在吗 你们反共不反中跟反中国人民有什么区别 有我们很正视他们 我一个解答你 从后面来你们反共不反中 反共是反共产主义 反共产主义 那共产主义吃大锅饭嘛 我认为我其实我相信绝大多数大陆人民现在 也反共产主义啦 那否则的话你们现在 不是要搞人民公社吗 嘴巴不讲叫做什么社会主义或等等这类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其实已经不是原来共产主义啦 现在唯一一样的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 没有多党竞争 其他跟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甚至有些地方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啊 否则的话以前什么什么人民公社啦 三面红旗的大要进来 大陆有今天的经济地位吗 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包产倒户什么以后 他发觉说我努力 我努力以后我能够享受自己的成果 才努力起来嘛 才大陆进才好起来嘛 大陆西方现在一直骂大陆 其实他错了 大陆能够起来 主要是因为14亿中国人都非常的勤奋 真的很努力 那个是别的民族没办法比的 为什么华侨到每个地方都成功 你一天工作4小时 我一天工作16小时 我一年三年五年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 我当然比你有钱嘛 是我勤奋的代价 为什么因为制度 如果不限制他 他就很勤奋努力 好那么反共产主义跟反中国人民 等等民调也看出来 台湾人不反对中国人民 台湾对中国人民的友好 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那前面呢 为什么 我们有没有正视共产党统治育 当然有正视 有很正视啊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事实嘛 所以我们才讲说 这个两岸互不否认治权 互不承认主权 主权是说 我们还认为所有大陆是我们的 但是主权和宪法是这样嘛 共产党是窃取大陆 国民党很不服气嘛 那大陆也认为 台湾的主权是它的 所以好吧 互不承认主权 但是互不否认治权 我们承认共产党 这大陆是实际统治的 所以大陆其实 你不承认 台湾的 不管国民党民党随执政 所以統治台灣嗎 你還是要承認 所以你的治權是互不否認 我沒有承認 但是我不否認 但是主權是不承認 當然是這樣 所以承認 沒有不承認共產黨大陸統治 統治了70年還不承認那是怎樣呢 是 所以台灣其實是很面對現實的 不過真的是大陸 也要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 兩岸很多問題的根源都在這個地方 反正它就有一個很奇怪 就是有時候你在抽籤的時候 譬如說你離開座位 你就很容易被抽中 因為案件限於一個很難判斷的階段 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 我就是希望說 那個被害的人會不會 到我夢裡來 法官雖然很心痛 可是法官還是要遵守法律 因為這個世界上 如果連法官都不遵守法律 誰要遵守法律 你被性侵害的時間 你還記得是多久嗎 比如說五分鐘還是十分鐘 當時到底發生了多久 其實孩子是沒有那個時間的觀念 你們好 我是鄭國城 我們是刑事頂法官 每周四中午十二點半 法官好正就在雅虎TV 準時開庭 下面來衝康 在雅虎TV直播 歡迎來訂閱 大家來衝康